大家好,我是馬卡奧倫 這段時間也跟台湾朋友一樣 敏感的問題 我們台灣人都說我們都是在求生存 不是求生活 這段時間也有非常敏感的問題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資訊 所以我準備了一段時間 再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台北的小豬 我想問一下 那台灣人去中國需要護照嗎? 中國不承認台灣的護照 它所認的是台胞證 台灣居民通行證 台胞證 我們去大陸是要簽證的 需要簽證的話應該不是不同國家嗎? 因為他們單方面認為我們是台灣特別行政區 但是我們台灣人有台灣人自己的護照 我們在歐洲很多國家是可以免簽證 中華人民共同國,我們講中共那邊 它不承認台灣的護照 但是我們還是要辦台胞證 很特別 很特別的狀況 台灣是屬於還沒有被收復的領土 像中國人現在就不太能夠來台灣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要選舉 那它人民也是去投票選自己要的總統 那中國不行 因為中國是屬於專制的一個政黨跟制度 以前中共的主席 每四年要更換一次黨主席 現在習近平他已經更改了 可以無限期一直當他黨主席 所以大家都說他現在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 對 最後一個皇帝 對 大家都想把他幹掉 這個 這個 可以說嗎 對 因為他們畢竟他在政治上的敵人 政敵特別的多 他只要一不服他的意 就像金正恩一樣 把他的姑姑殺掉 哥哥殺掉 妹妹殺掉 因為我們政治上他是敵人 就算是親家人 他也把他殺掉 所以現在的話 中國不能來台灣自由行的 他一定要跟團 為什麼不能 是因為說 他們不能讓大陸人知道可以自己選擇 啊我要這個人當我的總統 這個人當我的 呃 市長 那 看誰的 誰願意對人民比較好 我選他 來對人民比較好 希望我們的生活又改善 所以在選舉期間 他們是 完全禁止 他們的人民來台灣 意思是現在嗎 現在 對 因為我們明年一月要選舉 跟團的就是 他變成說 他的行程 不能有接收到選舉的訊息 但是我覺得吧 他們不去台灣也是 應該在中國國內裡面 都會聽到這個信息 不會 像 韓國最常用的一些搜尋影集 他叫 NAVER 對嗎 對 NAVER 啊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用 Google Google 我們現在上傳的影片是 YouTube 中國他是用 百度 優酷 西瓜視頻 Bilibili等等的一些 視頻網站 但是他們連不上YouTube Facebook 對 Instagram 什麼都不行 Instagram 都不行 Twitter 都不行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跟外界的人接觸 他們所接觸到外界的訊息 像最近在講香港 最後被送到大陸去 我們就是講審判 判刑 大陸那邊的人說 這個香港人有罪 台灣的觀念跟大陸人的觀念 是非常的不一樣的 台灣會覺得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可是中國一直覺得 台灣跟香港 都是中國的 我說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那這個也就是台灣人 跟香港人 所不喜歡 大陸的原因 這個是比較嚴重的 嚴肅的話題 對 那我想問你一下 你覺得中國人喜歡台灣人嗎 中國人他受到的教育 是喜歡台灣人的 就像韓國人 從小會問你們 就我們就會吃泡菜 我們會覺得泡菜 是一個很習慣的食物 中國的人民教育說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份子 我們都是同胞 可是台灣人有 誰誰誰在作亂 所以他們不讓我們跟中國人民統一 那這個就是一個政治上跟教育上的理念的差異性 大部分的中國人很喜歡台灣 因為他們不知道 中國跟台灣是兩個國家 我也是問中國客人 他們都說 對啊台灣也是中國的 澳門 香港都是中國的 就是中國的一個島 這樣說 對 可是實際上就是 台灣有中華民國護照 中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護照的顏色都是不一樣的 澳門也不一樣 香港也不一樣 香港也不一樣 對 這次呢就是想給大家了解一下 現在中國跟台灣的事情 希望大家也是多了解一下現在的情況 謝謝今天的採訪 謝謝 拜拜 拜拜 訂閱 按讚 分享 好 再來再來 訂閱 按讚 分享 拜拜 按讚